本月的報告就是在上禮拜 上禮拜的午晚上 大概在木炸測試軌 由崩巴迪亞人開MP42的車 也就是說原來木炸縣舊情的車輛 在車子軌做測試在手中駕駛的時候 第幾號車輛 MP42 好 繼續 發生什麼事情 他有在手中駕駛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下雨 他報告說他的事件比較模糊 所以他來不及煞車把車子 開出去測試軌 並沒有出軌 開出去測試軌 出去 其中有一個急電穴有跑出去 今搶修人員把急電穴推回來 把車子往回開 沒有造成什麼損害 這上面算是事故 這因為車子已經交給崩巴迪亞去改裝 應該由崩巴迪亞去報告這件事情 現在 現在